各位姐妹平安 我们继续来思想 历代至上第24章 大卫在临终之前 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所罗门 交代他以后要建造圣殿 并且也召聚了这些各支派领袖 特别是把立位支派的领袖都召聚过来 一方面吩咐他们 要按照以前摩西所吩咐的律法 来遵行神的话语 来献祭 来侍奉神 来赞美神 带领百姓来敬畏神 二方面也帮他们 事先再次做了这些 这些侍奉上的轮班表 以及大家各自负责什么样的服事 大卫也都再次提醒他们 希望以后他们可以协助所罗门 一起把圣殿盖起来 并且在完成建造之后的圣殿 也能够按部就班的 能够来把各样敬拜 侍奉神的事工 都能够把它做得尽善尽美 因此24章这边就要谈到 有关于祭司的班次 因为不可能所有的祭司 同一个时间点一起来服事 这样子是会塞不下那么多祭司的 也因此要帮他们做好安排 大家都有机会来服事神 没有一个人被撇弃在外 被剥夺侍奉的权利 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 亚伦的儿子是拿达 雅比户 以利亚萨 以他玛 拿达雅比户 死在他们父亲之间 没有留下儿子 故此 以利亚萨 以他玛 共祭司的职份 以利亚萨的子孙 萨都 和以他玛的子孙 亚西米勒 同着大卫 将他们的足弟兄 分成班次 以利亚萨子孙中为首的 比以他玛子孙中 为首的更多 分班如下 以利亚萨的子孙中 有十六个族长 以他玛的子孙中 有八个族长 都撤迁分立 彼此一样 在圣所和神面前 做首领的 有以利亚萨的子孙 也有以他玛的子孙 做书记的 利未人 拿坦叶的儿子 士玛雅 在王和首领 与祭司萨都 亚比亚他的儿子 亚西米勒 并祭司 利未人的族长面前 记录他们的名字 在以利亚萨的子孙中 取一族 在以他玛的子孙中 取一族 撤迁的时候 第一撤出来的是 耶和亚利 第二是耶大亚 第三是哈林 第四是梭林 第五是玛基亚 第六是米亚民 第七是哈格斯 第八是亚比亚 第九是耶稣亚 第十是释迦尼 第十一是以利亚石 第十二是亚金 第十三是湖巴 第十四是耶士比亚 第十五是比加 第十六是阴麦 第十七是西西 第十八是哈辟西 第十九是皮塔西亚 第二十是以西洁 第二十一是亚金 第二十二是加墨 第二十三是地莱雅 第二十四是马西亚 这就是他们的班次 要找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借他们祖宗亚伦 所吩咐的条例 进入耶和华的殿 办理事务 而拿达跟亚比户 死在他们父亲之先 没有留下儿子 因为他们在 就任祭祀那天的典礼上 他们就失字 违背神的命令 献上不是神 要他们献的反火 就是完全不把神 当一回事 所以他们就任祭祀当天 神就让火 把他们两个当场烧死 他们也没有留下后代 故此老三以利亚撒 还有亚伦的老四 以他马就供祭祀的职份 以利亚撒的子孙 萨都以及以他马的子孙 亚西米勒 同着大卫 将他们的足弟兄 分成班次 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 比以他马子孙中为首的更多 分班如下 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16个组长 而以他马的子孙中有8个组长 这代表说 亚伦的第三个儿子的后代 以及亚伦的第四个儿子的后代 到大卫的时代 他们的这个势力的强大 已经不平衡了 而这个老三的以利亚撒的后代 担任组长的有16个 而老四的以他马的后代 担任组长的只有8个 所以第五节都制签 就是抽签 分立 彼此一样 这加起来总共有24个组长 如何让他们的这些家族的每个成员 都有机会来担任祭司来供职 所以要抽签来看这个24个班次 要怎么来轮流 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 有以利亚撒的子孙 也有以他马的子孙 他们都有机会轮流来服侍神 第六节做书记的立位人 拿坦业的儿子 司马亚在王和首领 与祭司撒都亚比亚他的儿子 亚西米勒 并祭司立位人的组长面前 记录他们的名字 在以利亚撒的子孙中取一族 在以他马的子孙中取一族 所以呢 第七节制签的时候 就依序 让这24个组长 他们分别属于以利亚撒跟以他马系统的 然后来排出他们的侍奉的轮班表 这个只是一个侍奉的轮班 他没有说排前面的比较重要 或排后面的比较重要 虽然抽签的时候 第一个抽出来的是耶和亚利 那引起后来我们这些圣经研究者的注意 因为后来在主前大概165年左右 有一个就是这个马加比王朝 那他们就是一个祭司家族 他们带领百姓 推翻了那时候的希腊帝国 对他们残酷的统治 让犹太人大概有差不多将近100年左右的时间 恢复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那后来才又再一次的被这个罗马人统治 那这个马加比家族呢 他们的这个祖先 就是抽签抽出第一签的 这个耶和亚利 所以有人就说 这个历代字一定是 马加比时代才写的 所以故意去凸显 说他们的祖先抽签是抽第一个 所以是最重要的来代表这个马加比王朝 他们的神圣性 其实不需要这样联想 抽第一个没有什么特别重要 就是福士牌第一个而已 跟大家是平等的 那第二是耶大亚等等 到第18节 第24是马西亚 我们看见呢 这个24个班次的名单 后来到了尼西米记的时候 尼西米记第12章的时候 只剩下22个班次 代表里面有一些家族他萎缩了 或是他就跟别人合并了 那我们也可以来看见第19节说 这就是他们的班次 要按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借他们的祖宗亚伦 所吩咐的条例 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 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时候大卫还没有死 他只是在交代一些遗言 那这个圣殿还没有盖起来 可是大卫要他们谨记 以前在摩西时代 神怎么吩咐你们这些祭司 怎么服事 就怎么服事 就算现在服事的一些工作内容 不太一样 包含说 以立位人为例 他们不用再扛台或是搬运 这些会幕的东西 因为已经有圣殿了 所以再也不会一动来一动去 所以立位人他们的这个 侍奉的内容就会做很大调整 这个我们在之前几章跟接下来也会再次谈到 而祭司也是一样 他们现在要面对的是 未来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服饰的场地 和建筑物叫做圣殿 以前他们是在这个摩西的会幕那边服饰 现在换地方了 而且不是帐篷那种会幕 是一个固定的宫殿 叫圣殿 虽然这个场地还有服饰的场所不一样 但是他们服饰的心态 要跟以前一样 就是遵守神的律法 把神的话语看得最重要 尊主为大 再来第二十节以后 交代了有一些立位人 大卫也特别去留意了 没有剥夺他们侍奉神的权利 立位其余的子孙如下 暗蓝的子孙里有舒巴叶 舒巴叶的子孙里有耶西迪亚 利哈比亚的子孙里有长子伊士亚 以斯哈的子孙里有士罗摩 士罗摩的子孙里有亚哈 西伯伦的子孙里有长子耶利亚 四子亚玛利亚 三子亚哈西 四子耶加面 乌靴的子孙里有米加 米加的子孙里有沙密 米加的兄弟是伊士亚 伊士亚的子孙里有萨加利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 母士亚西亚 亚西亚的儿子有比诺 米拉利的子孙里有亚西亚的儿子 比诺、朔寒、萨科、伊比利 摩利的儿子是伊利亚萨 伊利亚萨没有儿子 基士的子孙里有耶拉灭 母士的儿子是莫利、以德、耶利摩 按着宗族这都是利未的子孙 他们在大卫王和萨都 并亚西米勒与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撤迁 正如他们弟兄亚伦的子孙一般 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 这边让我们看见大卫有去留意 就是这些其余的利未人 之前在二三章所没有提到的 大卫也有留意到 也为他们保留了可以服侍神的权利 还有二十六节到三十节 这边谈到的是米拉利家族 这些利未人之前没有谈到的 但是现在大卫有留意到 所以特别保留他们可以服侍神的权利 按着宗族这些都是利未的子孙 他们在大卫王和祭司萨都并亚西米勒 和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 他们也来抽签 正如他们的弟兄亚伦的子孙一般 各族的长者和兄弟没有分别 就是在神面前大家都是平等 不论你是祭司还是利未人 大家都是抽签轮班来服侍 没有一个人会被漏掉的 也没有一个人他比别人伟大或卑微 他们都是平等的 可以有这样的恩典来服侍神 你好像就是说 大家抢着要服侍的感觉 所以特别要安排抽签 让大家轮班来服侍 这跟我们现在常在教会里面 找不到人可以服侍的状况 真的是天差地别 因此今天的经文要给我们一些行思 我们真的要热心来侍奉神 因为可以服侍神 是神给我们的恩给 给我们的机会 在这边我们也做一个补充说明 因为在第十节这边说到 祭司的班次排第八班次是亚比亚 由于在路加福音里面谈到施洗约翰他的父亲 也是属于这个第八班次亚比亚的后代 因此呢就有人去推敲 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 大概是什么时候去供职的 所以呢 可以推 好像就可以推敲出施洗约翰可能 什么时候 几月出生的 然后呢 因为他又比这个 耶稣 他在玛利亚的父中成胎 受圣灵感应成胎 又早半年 所以好像这样又可以推出来 耶稣大概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最后他们所要推广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他们认为耶稣是在祝彭节的时候诞生的 那其实这个背后 我个人认为 就是他们主要目的是要推广 看中守节旗 最近有很多人 他们都在推广这个观念 就是要去看中这个犹太人的节旗 守这个旧约的节旗 因此就有一些 看起来比较新的观念出来 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照这个犹太人 他们的这个时间 这个立法来讲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24个班次 每一个班次的祭司 每一次去服事 是服事多久时间 也就是每一个班次 多久轮一次 那我们不太知道 那很多人就认为说 既然是有24个班次 然后一年有12个月 所以很可能就是一个班次 是轮半个月 就是两周 看起来是好像蛮合理的 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讲 可是我们有留意到 在第九章的时候 曾经有谈过 那个守门的立位人 他们是他们轮流的班次 是一个礼拜轮一次 而反而在祭司 他是多久轮一次 圣经其实没有讲 但是没有关系 就算可能 祭司是两个礼拜轮一次班次 那他们的理论就是说 那应该就要从 犹太人的一月开始轮 可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是从哪一个月开始轮 去轮第一个班次 我们真的也不知道 好就算真的是 这是在犹太人的一月 开始轮第一个班次 那犹太人的一月 大概换算我们的阳历 当然就是我们的三月中 所以他们就去算 假设一个班次是轮两个礼拜 到第八个班次 就是施洗月安他的爸爸 去轮的时候 应该就是第八个班次 应该就是在六月底 七月初的时候 可是我们留意 到这个耶稣时代 到底是什么践行的 我们已经不太知道了 因为我们刚刚也谈到 在尼西米记第十二章的时候 原本的二十四个班次 只剩下二十二个班次 所以又隔了几百年 到耶稣时代 是怎么轮的 我们其实不太知道 好没有关系 就算还是二十四班次 也没关系 那他们就是会说 就是说如果施洗月安的父亲 他是六月底 七月初去圣殿服侍 然后他一回家 马上跟他的太太刑房 他太太立刻就怀孕了 而且他的太太怀胎 还是需要怀整个九个月 足胎 不可以早产 这样子才可以推算出 这个施洗月汉 他是这个六月底七月初 这个受孕 就是怀胎成胎 然后呢 由于他比耶稣大六个月 所以呢 耶稣他出生的时间 就会变成是九月底十月初 就会刚好很有机会碰到 犹太人的祝蓬节 因为祝蓬节是犹太人的七月初 到七月二十二号这七天 大概就是杨历的九月底十月初 所以他们认为 好像耶稣诞生的时间 照这种紧凑的换算法 他其实里面有很多变数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就算这些变数都排除 他们就认为说 很有可能就是在祝蓬节的时候 那七天里面诞生了 可是弟兄姐妹如果 不在那个七天里面 刚好在第八天或第九天 那这个理论就不成立了 你懂意思吗 那要用这种理论来推广 要守节旗 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太强烈的理由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其实主要是来自于 几个圣经的经文 主要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 那边谈到说 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那住在我们中间的动词 他其实的意思 可以理解成支搭帐篷 那这个约翰 特别用这样的方式 来形容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他其实是要去对比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约翰福音那边 他其实是要去对比 在这个初埃及记 二十五章第八节 或是二十九章第四十五节 那里 这边有谈到 就是说 耶和华吩咐说 又当为我 这个制造圣所 制造会墓 使我可以住在 百姓他们中间 那这个住就是支搭帐篷 那可是我们还去知道 就是说 耶和华吩咐 他要住在百姓中间 他是要住在 他的帐篷里面 是神住的帐篷 是会墓 而约翰福音这边说 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他很多 我们可以去看 约翰他写的那奇事录 他不断要提一个观念 看神的帐篷在人间 所以呢这个支搭帐篷住在当中 是神住在他的帐篷里 不是人住在他的帐篷里 祝鹏解释去庆祝 以前我们是在旷野流浪 所以只能吃玛拿 现在我们得地为业了 所以呢可以耕种 可以吃自己出的这些土产 可以丰收 而祝鹏节是在他们秋收之后 一个欢乐的节庆 他们在秋收之后 有丰盛的农产 他们就回想 以前是在旷野时候 住在帐篷里 也不是住房子里 而那时候只能吃玛拿 所以他们就举行祝鹏节 来感谢神 以前是住帐篷 吃玛拿 现在是住迦南地的房子 然后呢 有这些土产丰收 过祝鹏节来感谢神 不要忘记神以前对我们的 救恩的带领 祝鹏节是庆祝人 住在自己的帐篷里 可是跟约翰福音 以及《初爱集经》那边所说的 这个上帝 祂是要住在上帝的帐篷里 不是人住在人的帐篷里 此帐篷跟彼帐篷 是风马牛不相干 所以实在不需要用这种方式 来推动这个守节旗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 在读圣经的时候 要去尊重圣经每一卷书 他原本他要谈的 那个经文的内容是讲什么 而不是随便的可以把它更改 然后来符合我们的一些猜想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赞美你 谢谢主 主让我们每个人愿意把握 可以服侍神的好机会 来荣耀我们的主 我们看见在大卫的时代 这些立位人们 是何等的渴望 能够来服侍神 能够在协助所罗门王 一起建造圣殿之后 一起尽心尽力的服侍 主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愿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每个弟兄姐妹 也是这样渴望 能够尽心尽力来服侍神的宝贵机会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福大家